来 骨发 马上 来 这汤也就好了 赶紧吃吧 干什么呀 儿子 你有什么话 你就说出来别闷在心里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 我就是觉得 我现在特别像一老鼠 人人都喊打 远禀他妈呢 管我要房子 今被他妈管着我的公司 他自己家里头 也总让你 还有我爸为我着急上火的 这不是什么好儿子 就更谈不上是个好父亲 是个好丈夫了 我对得起谁呀 我谁我都对不起 我要早知道这样我结成婚 我真让我死上来得痛快 他爸 你听见你儿子说什么呢 你俩能吃得下去吗 这不是分明对我们有情绪吗 没有 儿子 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 但是你今天要这样的话 妈得跟你说道说道 你说这一切都怨谁呀 不都怨你吗 当初草帅结婚 我告诉你 从你结婚那天起 从小查理抱到我们家那天起 这注定了 这日子不会好过了 就白天了不必 你知道吗 我们能不替你着想吗 我们绞尽了脑汁啊 怕你新婚大喜影响你情绪 不敢告诉你 怕你心里难受不能告诉你 我们没想瞒你一辈子 我们心 你觉得说这些话痛快 你就说吧 反正我觉得这就像刀子 瞒着我们心意啊 我没有埋怨您的意思 从来又没有 我就是想说 我刚才早知道 小查理是我儿子 我就不杀魂了 你说你能知道吗 谁能知道啊 不会有用吗 没用吗 儿子咱们就一块面对 知道吗 一块把这事 这严家这母女 可真是让咱们给看上了 好了 秀莹 别再说了 好了 妈 我说没事 你放心吧 伤害都没有 我今天忘了自己带来 快吃饭 老子 你真没事啊 没事 爸 你们先吃饭 老婆 不吃了 你说他心里里多难受啊 一个男人 人不人鬼不鬼的 几面夹几 他怎么受得了啊 气死我了 简直是气死我了 怎么了吗 你吃饭了没 我哪儿有心思吃饭 来 正好 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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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过来坐这儿 我跟你们说事 君生 实话跟你说我 刚去了你们家 见了你妈 她这态度可十分地坚决 你这婚事离也得离 不离也得离 特别是我跟你继父 这层关系 她非要搭上这条老命 也得让你把婚离了 反正我是看清楚了 有你妈在 你们俩没未来 我希望你们 早点做思想准备 后来我还去了一趟谷家 我向他们家人挑明了 我要为我外孙子 争这房产 妈 你去谷家要房子了 对呀 我是很务实的 小米啊 甭管你认为这是 对也好 错也好 小查理是不是他们谷家的孙子 既然小查理是他们的孙子 这分房子 就应该有查理的一份 怎么了 我不该去啊 对不对 你说你们俩谁去 你们俩都不是跟他们争 跟他们打的人 还得我去吧 反正啊 你妈陪你们过不了一辈子 早晚有一天会闭眼镜 我是希望在我闭眼之前 把你和小查理的事啊 安排妥当了 要不然我九泉之下 我都闭不上眼我跟你说 嗯 俊生 你回头跟你妹妹说 别跟我抢 她爱跟谁争跟谁争 就是别跟我抢 妈 妈 你是在帮我呢 还是在害我呀 孤风 赶紧把你的饭吃了 吃完了我就洗碗了 你洗碗我不出了 哎呦 你看你 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跟谁过不去 都不能跟自己过不去 妈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 让严敏他们都过来 把问题摆在桌面上 大不了把这房子 四分五力用钱说话呗 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要是韩清贝真的爱你呀 她迟早的会原谅你的 要是接受不了 那就散火呗 离婚多了谁怕谁呀 想开点啊 姐 贝贝 你回来了啊 是不是你们算计我算计的 实在是太多了 还是说我的耳根子 越来越灵了 难道你背着我就是这么 在劝我老公的呀 我说什么了 什么叫散火呀 什么叫散火呀 你是不是觉得以后 从此以后在我身上 再也额不到任何一分钱了 所以你现在就在想方设法 拼命地劝你的弟弟一脚 把我给踹开了 是吗 不是 贝贝 你当初在棒我的时候 不是这么想的呀 你说什么呢 谁棒你了 那你干吗要跟我闪婚呀 你的心里明明装的就是严明 你为什么要同意跟我闪婚呀 你难道这不是为了钱吗 我什么时候花过你 你说话不要太过分 我过分 我过分 到底是谁过分呀 那个严敏就是一个骗子 就是一个骗子 你跟他一样都是个骗子 你们就是一对狗男 你骗子 骂了 你想骂什么就骂什么 骂够了为止 骂够你没事吧啊 骂够你没事吧啊 骂够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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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医院 去医院 去医院干什么呀 那你流产了 流产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吵架了呗 我走了啊 我给你一块儿去 妈 我 你去干什么呀 脑子进水吧 还是怎么 非让人家把屎盘扣你脑子上 你才痛远是不是 妈 去吧 那你就得去吧 一会儿电话联系吧 我不走了啊 小心点啊 妈 你已经没什么样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样啊 可想而知啊 孩子没了 你说那心情 心情坏透了 就知道哭 你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非要倒出人命了呀 李伯伯 你这样干什么 李伯伯你 什么呀 儿子你 你怎么那么傻呢你啊 你别让我干嘛 你还嫌不够乱呢 妈 你消消息吧 李伯伯 你怪我当时说话 太不注意了 对不起啊 又是你是吧 又是你坏事是吧 这是一开始就愿 你知道吗 没你根上都没这事 对不起 妈 你别说了 所有的事情 全能让我的错 我对不起所有的人 儿子 你们天妈说你打你 爸也是心疼你呀 你说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你把婚姻搞成这个样子 能说不是你的责任吗 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竟被她怀孕了 咱们先忍一下吧 把这段时间过了再说 先让她把孩子生下来 我跟你说过 这件事上咱们不占理儿子 那不占理 可是她既然已经知道了 那咱就得化解矛盾呢 咱得 咱不能激化呀 你说现在孩子没了 你说现在怎么办 怎么收场 那我把你韩金杯拿来扛你 韩金杯 韩金杯 回来 你在弄说的什么 你用代了 什么样子挨着我啊 你要 deeply挨着我 妈 妈她要紧点了 妈 你跟我说 捨不得了 妈 拍这些什么 这年是在内服 不是得吃内服 来啦 小丁 你别闹上 你别闹上 你听我以后些什么 你别闹好像一样 别闹上 你快走啊 饭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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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阿姨 别碰我 阿姨 别碰我 阿姨 阿姨 妈 妈 还有鬼 阿姨 阿姨 搞你刚才在门口这股份 我差点揍他 我跟你说今天我都后悔 没带工人来 带工人来揍他 把揍死他 我跟你说 太不像话了这个人 我跟你说男的就是这样 你打人不是吗 打一次他就有第二次 这就成习惯了 你呀 往开里想 这个事呢 坏事变好事 为什么是坏事变好事了呢 你看孩子虽然没有了 但是 这不能跟他生了孩子 这一家的人 你能给他们生孩子吗 不值当的呀 不难说了 宝贝 不哭了 就是我闺女受苦了 是吧 宝贝 妈 我不想再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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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瞒不下去了 你知道小查理的 亲人父亲是谁吗 谁呀 别哭别哭 谁呀 是虎贝 虎贝就是小查理的 亲生父亲 小查理就是虎贝的 亲生儿子 一点都没错 不对吧 你听 听宝贝 你别哭 你听妈说 那次吧 严比跟我说 她是小查理的亲妈 后来我就问她 我说那个 她亲爸爸是谁呀 她说死了 她说死了以后呢 我倒是没信 后来我就跟你哥说 我说这男的不定哪天骂 是她 没错 就是她 我也是刚才才知道 我们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呢 你说我这心理能好受吗 真的妈 真的可怜的 妈 我被骗了 妈 我被骗了 咱们太善良了 宝贝 咱们真的太善良了 咱早想你明明说的 人家说什么咱东西 咱太傻了 居生 阿姨 妹妹怎么样了 居生 阿姨跟你说 阿姨拜托你点事啊 你进去好好劝劝你妈 你妈在里边呢 医生 阿姨跟你说 孟宝她不是故意的 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那也是她的孩子 她不会的 妈 阿姨 我知道阿姨 阿姨 拜托你 你好好劝劝你妈妈 阿姨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放心吧 阿姨啊 妈 贝贝怎么样了 你干嘛呀 你用脸来 你干嘛来了 你也不是我儿子呀 你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 你太没有尊严了你 你吃里扒外的东西你 你跟他们家这一回事 对不对 联合姐的骗我 对吧 我太看不起你了 小查理 谁呀小查理 小查理是不是古风的儿子 你帮人养着 你帮人养着不说 你合会儿骗我 对不对 我太看不起你了 太不要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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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来人吗你 靳姐 你听我跟你说 你别再说 古风不是故意的 她 你说的次数太多了 我别再说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事全是我们家的 无对话都骗人 但是古风都在骗人 真的 不是骗人 我们没有话是骗人 这事是有原因的 我慢慢给你解释 还说 现在先把星辈劝好 这么 你说他 妈 你这是干谁 你这话不能好好说嘛 这韩清辈到底是想干嘛 不是说好都不告诉他吗 来 我帮 喝着 一个男人 往开了下啊 你又是说的行不行 事没摊你身上 摊你身上你试试 你要是能扛得住的话 就你成大爷的 我现在我都不想活了 一个大老爷们儿 至于吗 往开了下 我这孩子没了我 姐夫 你自己说说 你说我这些年 跟严敏在一块儿 我谈了三年恋爱 到了 到了 我们马上都要结婚了 她妈就冲进来 把我们俩活生生给搅拾了 就指着鼻子骂我 说我是一穷王蛋 我就问她呀 我说是不是没钱 就没幸福啊 成 我忍着 她当时要是一男的 我非抽她不可 这打女人还像话 咱是男人呢 是啊 所以我就得忍着 我就得硬扛着 我跟小敏是活生生 被她妈给搅和了 可是谁能想得到啊 我跟小敏分手了 小敏生下了小查理 这事从头到尾 我压根我就不知道 你说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去找小敏 我说她不对吧 我没有道理 那毕竟是我的啊 我要是那么作弄 我就是一混蛋 我是一王八蛋 可是你说她周边 这几个女人 她妈 她小姨 我跟她们上哪儿讲理去 这就是咱们做男人的悲哀啊 跟女人呢 你就没地儿讲理去 只能忍着 再说金妹 我跟金妹当初结婚的时候 确实是冲动的 也确实是草率 可是我对天发誓 我们俩在一起生活五年 我是全心全意地挨的 我从来我就没骗过她 小敏的事我是不能告诉她 她怀着孕着 我是怕伤着她 早晚有一天 我得跟她说我不能瞒着她 可是她妈呢 见着我就说我是一骗子 你说我骗她什么呢 我什么我都没骗她 刚才在医院你也看见了 上来披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打 我能说什么 我什么我都说不了 我都快压抑死了我 我都不肯定了 你也要来给你 你出去出去出去 我出去出去 进贝 你别赶我走了 你让妈跟你说几句话 你再哪 你刚才骂我什么呢 行了 金沛 你趕我走 你還說滾蛋 媽沒說什麼吧 你知道我的脾氣的 我的嘴上是從來不讓人的 為什麼今天我沒說話呀 那是因為我覺得這事確實是 確實是不應該的 再怎麼說孩子沒了 我替古鋒向你道歉 是 是不應該這樣 可是她真不是故意的 你說那也是她的孩子 她能故意她 她不要她的孩子嗎 那不可能的呀 她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原諒她 金沛 原諒她 當現在有什麼用呀 哪個媽不是為了自己的孩子 說壞的呀 她騙我她還對我動手 好 我的孩子已經沒了 她一點都不心疼 她一點都不在乎 外邊還有另一個呢 她就只喜歡外邊那一個 噎得多香呀 你看你這說什麼呢 越說越不像話了 她怎麼不在乎了 你看她在門口難受的 她的手也傷了呀 她怎麼能不在乎呢 那是她的骨肉 她的孩子呀 妳說她 我跟妳講她跟嚴敏的事啊 那也不是一句兩句話 能說清楚的 媽慢慢跟你解釋 她不是故意騙你 我們都不是故意的 都是心想你把孩子生下來 然後咱們在 是吧都是怕你受刺激 怕你受不了 你這樣貝貝你等你養好了 媽慢慢跟你說 你到處你能理解 真的我相信你這孩子 你你是善良的 你能夠理解 謝謝 剛才你說 你說她打你 這你心裡清楚 她能故意打你嗎 肯定是你們 這是什麼司法了 要不她幹嘛 她怎麼可能 讓她的孩子流產 她她打你呢 那不可能的事嗎 說這些都沒有用 她跟嚴敏同居那是事實吧 她為什麼事先不告訴我呀 她為什麼不跟我說實話呀 她為什麼要騙我呀 她為什麼要騙我呀 不是 我現在恨不得 就讓我媽找一堆個人 去把她給暴打一頓 這樣我才能夠解奇 越說越玄了吧 你看你還來勁了 抱打她你 你舒服是吧 那是你丈夫 打她你不心疼啊 你那樣不是把矛盾 越來越激化嗎 怎麼著啊 不想過了 還真想離婚哪 過不過是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放心 我不會跟她離婚的 我就要這麼跟她好事 就這麼跟她好事 就這麼跟她好事 就這麼跟她好一輩子 一輩子都不讓她好過 她好事 韓清貝 你是不是不聽勸哪 怎麼著 你耗著她是不是 我看看 好今天你說這話你就耗著 我看看誰能耗過誰 幹什麼呀 跟你解釋這麼半天了 就就不聽勸哪 說這種奇話有什麼用啊 能解決問題呀 別扶我都別扶我 我沒喝多 慢點別喝多 慢點別喝多點 我回來了嗎 我回來了 在哪喝的呀兒子 你這幹什麼呀 你說你呀 我看 你倒水去的 快點給她弄了擦子擦子 兒子 兒子 兒子你幹什麼呀你 你喝這麼多酒幹什麼呀 喝酒能解決問題呀 能能能能 能 幹什麼呀你呀 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全都怪我呀 成 都怪我吧 都罵我 願意罵什麼就罵什麼 這名兒一點關係都沒有 全都怨我 兒子你說什麼呢 不怨你不怨你 都怨我們怨我們知道嗎 我們當時就應該跟你說 跟你商量 但是事情已經出了 你不要再這樣好不好 沒有人恨你沒有人 好 咱們你聽媽說 咱們解決問題好不好 你你你別說你你靜一下 你聽媽說你別 你別讓媽看個瘦你 你看看什麼瘦 有什麼好看的 不就輸點血嗎也免費 媽我跟你說 我的事兒 從今往後你不要再問 你為我的事情已經曹罪心了 不要再問我 好嗎 還有你 我的事兒從今往後你不要再管了 知道嗎 顧風 就是你不要再插手我的事 我以後就是出門被車給撞死了 你們都不要管我 怎麼說話 什麼怎麼說話呢 我就這麼說話 你別說話 兒子 你說這話你心裏痛快是不是 你覺得媽心裏也舒服是吧 媽不難受是吧 你痛快是不是啊 沒事 別說就說了 愛怎麼樣怎麼樣了 我也管不了 你怎麼愛怎麼樣怎麼樣 我不管 媽 來 你看 怎麼了媽 你讓讓什麼呢 我這廚房都停下了 行了行了來來來來 喝喝水吧 喝什麼水啊 有什麼好喝的呀 別說了 你都喝醉了吧 水喝了吧 喝水是吧 拿了你給我 來拿了喝水 喝水啊 喝水 喝什麼水啊 你都出去 慢點啊貝貝 媽 嚇我一跳 金貝回來了 你來這兒幹什麼呀 你怎麼還有臉來這兒啊 這是我家不是你家 你趕緊滾 貝貝 你幹嘛你 你不要跟我説話 你現在已經不是我情歌了 我特討厭你們兩個 我現在沒有力氣跟你們說這些 趕緊滾 看見沒有小米 這個家不歡迎你 別再來了 媽 媽 為這兒幹嘛呀 這也不是舊社會了 真是的 媽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錯 我 我請您原諒我好嗎 太多的錯誤是沒法原諒的 也沒法迷復 再說也不是你一個人的錯呀 你那個媽把我們全家都害慘了 咱知道嗎 什麼都別說了 以後你別來了 謝謝 把婚離了 就算是我拜託你 謝謝 拜託拜託拜託 媽 行行 趕緊起來 我電話裡怎麼跟你說的呀 不讓你別過來嗎 你幹嘛又要來呀 躲是躲不掉的 既然是我犯的錯 我就要面對 再說了 我不能讓你一個人躺著 你還沒吃飯呢吧 我跟你們做飯去 我會過去的 一切都會過去的 會好的 都會好起來的 你不要臉的女人 到底走了沒呀 不要 管好你自己吧 女人坐月子 不管是大月子小月子 坐不好都得落壁 是她重要 還是你自己身體重要啊 那養好了 趕緊把婚離了就得了 來 我才不離呢 我這口惡氣還沒出呢 心裡真憋屈人 那你腦子怎麼出啊 你把骨蜂宰了 那你不是就完了嗎 誰讓你當初拿婚當二戲呢 她跟你閃婚 那她就是不負責任呀 我說她騙子一點都沒說錯 老估計你家子全是騙子 你看 所以嘛 怎麼能把她給放了呀 反正我是不會放過她的 我要房子 我要把房子裡面所有的人 都給我趕出去 我還要給骨蜂戴帽子呢 戴綠帽子 還必須得戴個大個兒的 我還要出去找個別人 跟別人生個孩子 拿塊給她養 誰不會呀 你瘋了吧你 你跟個騙子置氣 行行行媽 你先出去一會兒 我想自己安靜一下 跟你說啊孩子 你記著啊 出氣的事媽來給你出氣 聽見沒有 你媽什麼人你知道吧 知道 出氣的事找我 你好好養著 媽媽 我冯欣欣已經夠糟糕了 那您就別再罵她了 罵什麼了 我天天吃飽了 成了我罵人哪 你看她那點出息 你真跟她一樣 除了打自己喝悶酒 還能幹點什麼呢 那個韓基輝的媽 剛才來電話了啊 說叫你啊燉著老母雞 給她女兒送過去 這都碰上這煮我能不罵嗎 我能不罵嗎 她在想幹嘛呢 她幹嘛不給她姑娘燉老母雞 她讓我燉讓我給她送去 我這麼大人我我健健的我 我腿腿的我 我給她送過去啊 你說這不誠心的嗎 她做小月子的時候我就說 你說來家裡做 我給你做好吃的 你想吃什麼 你就跟我說她不幹的 她飛水回娘家去 你現在你想起我了 幹什麼來的你啊 我跟你講我不會去的 我不會刺負她幹什麼 沒沒完沒了的 和阿艾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你不會真希望她們離婚吧 那是咱們喜不希望的事啊 她當時結婚沒告訴咱們 離婚咱也管不著 你沒聽韓金輩說那些話呢 她說她要一輩子耗死古風 讓她一輩子都不好過 你說這叫什麼話呀 我跟你講啊你兒子這輩子 她沒有好日子過了 非得折磨死她不可呀 我跟你說啊媽 要是真的離婚 就不會像閃婚那麼簡單了 韓金輩肯定要向咱們家要錢的 再說了股風現在那公司 還是她媽在掌控呢 別搞到最後股風又回到 從前來又變成個窮光蛋了 那怕什麼呀 變成窮光蛋咱也不怕 還有她姐呢 你再給她找一個唄 再找個有錢的 媽您又來了 我就知道您會這麼說 這這不是在商量呢嗎 商量什麼呀 沒什麼可商量 大不了把房子給她 我是不會看著我兒子受罪的 我說你們是不是都想她 太多了呀 多什麼呀 現在哪個女的不這樣 哪個老丈母娘不在後邊 都捅不著 都不愛錢呢 我跟你說 現在這丈母娘最難產了 最厲害了 就是婆婆最受氣了 我算看出來了 下輩子我堅決我生女兒 我不生兒子 行行 都生女兒啊 不要兒子 不要兒子 那以後怎麼生啊 那不都絕種了嗎 那光有兒子 沒女的也不行啊 那也絕種啊 一樣啊 你還以為 我當時救援你 我說生一個就得了 不生第二胎了 你非生不可 還要唱得很晚了 你這真的那麼窮的 想點理好不好 花了兩百塊錢你去 當時 當時誰說的發喊什麼 發喊什麼 只要有個男孩就行 是不是啊 你不是重男輕女嗎 不要要個男孩 不要要男孩 現在怪我了去 行了你 我選你 我自己能生 你媽呀就是 一輩子我都在師父 我能生啊 那沒你我能 我能生啊 我有那個本事 行了行了 我說不過你 你現在說這個話 你說不過你別說 我這一輩子 我我怕你好不好 那你就認了 我怕你 認了 這多了這是 媽吃飯了 媽你先吃點飯吧 媽你先吃點飯吧 這是湯 今天飯你做的呀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 要不您嘗嘗 臉皮有點厚 我在去趟廚房 還有事沒忙完呢 你們先吃 這不是添毒嗎 媽你幹嘛非得這樣啊 你要罵你就罵我 你打我一頓也沒有關係 是我想讓小敏留在我的身邊 小查理她離不開母親 也離不開我這個父親 我不想毀了這個家 你明白嗎 我都已經二婚了 你總不會判了我三婚吧 你怎麼那麼糊塗啊 小查理是人家的親兒子 你讓她帶走就得了 什麼三婚五婚的 你條件就那麼差 你找不著了 你非得怎麼向著她 我要是再不向著她 她就讓人給踩死了 那我呢 你怎麼不想起我呀 我怎麼沒有想你呀 媽 你跟我繼父之間 還有她媽之間 那是你們上一代人之間的事情 你跟我們這些晚輩 有什麼關係呀 你妹妹 古風跟她都沒關係是吧 是 就算是有關係 那這離婚也不是解決問題的 唯一方法吧 反正我們倆是不打算離婚 至於她們兩個人 她們倆也是成年人的 我相信她們也能做出 正確的選擇 你怎麼不想起霍根是誰呀 霍根是誰呀 是小米嗎 你們總不能把所有的錯 都算在她一個人的頭上吧 再說了 誰能保證一個人 一輩子都不犯錯呀 這又不是殺人犯虎 你就這麼不可饒恕嗎 我看你今天可真像男人 你跟我玩得討啊 你不是要原教嗎 你趕緊走 你走得越遠越好 我當沒剩你這個兒子 今後咱倆在大街上碰上面 都說不認識對方啊 媽 佳麗來人了 你看誰來了 沒想到我這個時間來吧 沒想到 但是 你經常給我們的感覺都是沒想到 不意外 不過沒辦法 你什麼時候來我們都得歡迎啊 你是查理的外婆神器啊 這忙什麼呢 對了 聽說你兒媳婦流產了 您知故問是吧 你不就是看笑話來了嗎 人家關心一下 瞅你幹嘛這麼說話呀 你看 我說的是事實 你就承認吧 就是那麼回事 是 是流產了 可都是你害的呀 你可是把我兒子害苦了 你就說你今天來幹什麼來了吧 房子 你說我幹什麼來呀 是為這房子的事來的呀 我不是跟你說了嗎 這房子是跟你沒有關係呀 我們願意怎麼著 願意給小查理 還願意什麼時候給 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啊 不用你管 也不會經過你的手 知道嗎 你要去管好你自己的事 你不要把手伸得太長了 太累 我向你坦白個事吧 我們小敏呢 是要離婚 因為她是秦建國的女兒 是我跟秦建國的女兒 所以韓金貝她媽知道這事 你她 你她 你你你你 你真是把我給嚇著了 你說 顏敏是你跟秦建國的女兒 我也是沒想到啊 我女兒跟我走了同樣的 你說我這心裡什麼滋味 肯定不好 好 金貝我給你燉了點湯水 你喝了吧 你不知道女人這個時候啊 一定要多喝湯 這樣對身體有好處 恢復得也快 趁熱喝了吧啊 生過孩子女人就是不一樣啊 生過孩子女人就是不一樣啊 還挺會坐月子的 你怎麼這麼不要臉呀 生過我丈夫的孩子現在 竟然還嫁給我哥 我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你 髒 你能不能聽我說 我 你想說什麼 你還想說什麼 我就想把這些直接砸到你的臉上 我們家這麼亂的關係 全都是被你搅亂的 你到底是我誰啊 是我嫂子還是我丈夫女人啊 還有那個小差利小差利小差利 我到底是她的誰啊 我是她的後悶 還是她想哭啊 還有你的親媽 你親媽跟我季婦的關係 這麼亂的關係 這麼亂的關係 全倒是被你搅亂 你知道嗎 就算我都可以接受你 我是不可能接受你 還叫這個小差利小 你媽完了 氣也撒夠了 那能不能讓我也說兩句 我承認 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無論是面對你 還是面對所有的人 我都心存內疚 可有一點請你相信 我不像你想得那麼輕浮 那麼髒 跟古風 我們有過一段感情 可那都已經是過去世了 我從來沒有想過 要破壞你的家庭 這件事情 本來早就應該結束的 都怨我 我太天真了 太衝動了 生下了不該生下的孩子 可你知道嗎 我是做母親的 我就希望能跟孩子 待在一起 這個血緣親情 是永遠都不可能割捨掉的 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惹出了這麼多麻煩 我也不想這樣 金輩 都是我不好 我對不起你 你只有古風也好 你哥也好 他們瞞著你 我告訴你 不是因為別的 是因為他們愛你 他們不想因為這件事情 傷害你 你知道嗎 夠了 你們已經用刀子捅過我了 我的孩子都已經沒了 你們還說不想傷害我 我告訴你 我不可能原諒你們 一輩子都不可能 你跟我出去 你立刻出去 你跟我立刻出去 金輩 你不要再說了 我不想再害你 你跟我出去離開我 你出了活了 快點